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富士山的一堆一堆恩泽之水 积少成多 汇集起来 给富士公市带来了巨大的活力 富士公市内 受富士山的恩惠有几个瀑布 国家名胜及天然纪念墓的白丝瀑布 就是其中之一 如名称所示 宽200米 高20米 从悬崖上以每秒1.8吨的落水 宽如垂落的丝绸一样往下滑躺 充满负离子的瀑布 令人身心疑郁 和枝川干流 有25米落差的名瀑布为 阴脂瀑布 和乡邻的白丝瀑布正相反 是豪爽 雄壮的瀑布 刀子川流域地区被称为天子七瀑布 有七个瀑布 每个瀑布对来访者都呈现出 他们各自不同的表情 阵马瀑布 是原来朝去富士围猎时 在瀑布附近 拉阵一夜而得来的美名 它的特点是 由上游流下的水 和熔岩层缝隙间涌出的水 汇集起来变成了瀑布 另外 要想在富士山脚下泡温泉 那只有在富士公市才能体验得到 一边眺望美丽的风景 一边进入自然温泉 身心舒畅 而且 寒凡的富士山地下泳水 作为矿泉水 河口事宜 自然矿质丰富 有益健康 富士山的水源 带给居住在山脚下的富士公市民 以极多的恩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